之前有的读者应该对这张图有印象,我在回答分手挽回的最佳时机时,通过这张图来说明了人分手之后会经历的四个阶段, 人在分手之后会经历四个阶段,不同的阶段对应不一样的情绪,这四个阶段分别是情绪波动期、情绪缓和期、情绪稳定期和恋情格式化,那么对应这四个阶段,如果想要走出失恋而不是挽回,那么我们也有相应的方法。 现在,结合四个阶段,我来说一下如何在分手失恋后走出来,开始新的生活,情绪波动期,直面情绪。 情绪波动期,是刚分手一个星期的时间,这个时候很多人的情绪都是猛烈波动,智商情商完全表现的状态,在这个情况下,愤怒、悲伤或者是怨恨充斥着每个人的情绪。 这个时候,你不要刻意去压制情绪,很多人都是在分手后处于社交的原因,故作轻松,而且自己也强撑着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,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掩盖自己的悲伤,但是情绪是不可以被一致的,情绪被一致的越猛烈,反弹回来也就越明显。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电影和电视剧里,会有一个人,因为一首歌痛哭流涕的情节的原因,当你刻意去压制一个情绪的时候,其实你在强化它,因此如果你想分手后彻底放下对方,我建议你认真的面对自己的悲伤,哪怕花一两天抱头痛哭或者宿醉都没有关系,因为情绪端在心里需要一股劲,而你的宣泄可以把这股劲给泄,掉, 让这个情绪渐渐失去支撑的心境。举个例子,我们有时候会十分生气,那个时候越告诉自己要冷静,我们的火气反而越大,但是如果你气到头上打了一顿沙包,或者砸了东西之后,你会迅速冷静下来,因为支撑你愤怒的那股力气,已经通过刚才的举斗发泄完了。 在这个短暂的阶段,花一两天尽情发泄,把那股力量卸掉,是你最主要的任务,情绪缓和期,接纳,回归在情绪缓和期内。 即使对你过去情绪在激动,现在也慢慢地消退,或者说,即使你当初是充满了失望和悲伤,这个时候你也会逐渐地回忆起来,你们过往其他事件的点点滴滴。 情绪波动期虽然对每个人来说,都是很不理智的时间,但是它好久好在在那个阶段,你对对方的负面情绪,被发泄的一干二净,已经没有再多新的负面情绪产生了,人都不在了,你和谁生气去? 所以这个时候,你会感觉到一种更猛烈的感觉,叫做,不适应,因为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,之前你们在一起的时候,每天肯定或多或少有一部分时间是空出来留给对方的,但是现在这个地方一下子出现空白,你感觉无所适从,人一没有事做,就容易胡思乱想。 你那个空白的时间没有补上,你不知道要做些什么,所以肯定会不习惯,开始发呆,进一步想到对方,越想越放不下,但是转过头来想一想,这段空白的时间,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,你,们在一起之前,这段时间肯定也是被安排出去了,在那个时候,你肯定也在做自己的事。 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,有没有觉得自从你有了另一半,你的社交生活明显变少了,所以,在情绪的缓和期,你要首先接受你们分手的事实,明白两个人,已经不合适,接下来开始认真的考虑你有哪些活动,是过去为了谈恋爱而割舍下的,你要慢慢地把它捡起来。 因为恋爱这个事,本身对你原有的生活节奏,就是一个冲击,它打乱了你原先的生活,然后形成了一个新的节奏,那么当它消失后,你的生活节奏自然会乱掉,因为缺少了一个模块。 因此如果想要生活真正回到正规,你就需要重新减血来之前,被你割舍掉的模块补充进来,不然你就会永远处在一个面对新状况不适应的状态。 情绪稳定期 反思,总结第三个阶段是情绪的稳定期,在第三阶段时,你已经开始逐渐接受分手的事实,重新适应单身的生活了。 在第二阶段,你还是会不习惯没有对方的日子,内心还是有所期望和怀念的。 但是到了第三阶段,通过把之前空缺的生活节奏补上来,你已经渐渐习惯了单身生活,你的生活开始重新进入了正规,可是别忘了,这还并不算是真正的走出失恋。 因为即使到了现在,你依旧还会想起来对方,生活的节奏打乱之后,被重新整体且弥补,可是思想和情绪上的空缺却依旧在,不要再,这个时候开始新的感情,因为上一段恋情带给你的影响依旧在。 如果你没有做好十足的准备,就开始下一段恋情,那么万一分手无异于,给你本来就没有愈合的伤口上在撒盐,情况只会更加恶化,一切都要重头开始。 那么这个时候,你就需要做一个抑郁重大的事了,你要学会开始客观地看待曾经的感情,明白什么是你们分开的原因,有哪些客观原因,是完全无法避免的,有哪些主观原因, 是以后可以调整的,举个例子,如果你们是因为异地原因分手的,那么以后你在开始新恋情的时候,就应该好好想想你,到底能不能接受异地,如果不能将来会不会面临异地的问题,经过反思,你可以不把这次恋情出现的错误带到下次,不要让之前的错误,重新带给你二次伤害。 恋情的格式化,开启新生什么是格式化,就是完完全全的重新开始,在这个时候,你已经做好了完全的自我调整,你需要开始新的感情了,因为如果仅仅因为一次恋情的失败,就导致你长时间的不谈恋爱, 那么只能说明你还是没有完全走出去,那个失恋对你的影响还是在,所以接下来,你要做的不再是维持原来的生活节奏,维持原来的生活节奏,只能用来适应失恋带来的冲击,并不能从根本上让你在失恋后焕发新生。 所以在恋情的格式化阶段,你需要打破原来的舒适圈,积极地参与之前没有过的活动当中,你,才能够实现突破自己,完全消除失恋带给你的负面影响。 举个例子,参加一次旅行,培养兴趣爱好,多参与一些之前没有机会去的聚会,多和朋友接触认识新人,你现在已经具备了自我愈合的能力,最后新的模式能够带给你完全不一样的体验,彻底把过去的影响一早而空,综上所述,分手后四阶段的plus版本,走出失恋也已经完成,希望每个看到这篇文章的人,能够重新振作。 感受到不一样的人生,世界那么大,你要去看看,不要留在过去的生活里停滞不前,希望你能够遇到更合适你的人,收获更美好的爱情,原创不易,有赞必偿,来自就病成医的小老师,我想让普通人也可以拥有爱情。 九言导师摸于情感狙击,挽回总负责人,我是摸于情感狙击,挽回总负责导师九言,读懂女人心,解锁女生情绪密码,如果你正面临着感情上的困惑,可以添加我的微信TED71016, 验证备注,预约咨询,我会根据你的实际情况,和你进行云音通话咨询,拘集挽回总负责人,九言导师微信TED71016,验证备注,预约咨询添加。 感谢观看